好,接下来本章节的最后一个环节 咱们讲一下在软件测试过程中用到的一些模型 主要的知识点呢,有下面六个 首先我们讲一下软件测试过程概述 也就是说什么叫软件测试过程 这个过程中都包括那些东西 其次我们介绍四组模型 包括V模型,W模型,H模型,以及X模型 还有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测试过程中的一些常见理念 另外再次强调一下 想学习软件测试的话呢 可以加入千锋软件测试学习营这个QQ群 群号是7610-829-48 这个群里边有很多共享的资料 同时呢,有很多业内人士 大家可以加到群里边进行分享 或者说呢,讨论一些软件测试相关的内容 好了,下面我们先说什么是软件测试过程 先看我们的PPT 下面有说明 软件的测试过程就好比软件开发过程是一样的 有自己的模型 而且呢,这个模型啊,它是一个抽象的模型 是把软件测试各个环节进行高度抽象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于定义软件测试的流程和方法了 测试过程的质量 它会直接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这里提到的是什么呢 过程质量 从ISO9126质量评判的角度来说 实际质量的标准呢 其中有过程质量和产品质量 过程质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软件测试过程和软件开发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需要遵循软件工程的原理 对一个标准的测试过程 应当包含 但不仅限包含一下测试活动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完成一个项目的测试 下边列出的这几个测试过程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在这基础之上 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添加或者裁件 这几个过程呢 主要包括需求分析 测试计划 测试设计 测试执行 以及测试总结 这里边指的需求分析 跟我们上一章节讲的开发部分的需求分析不一样 这里的需求分析 如果更准确的说 应该叫测试需求分析 实际上呢 是我们参考需求规格等等类似的文档 提出咱们测试的需求 测试需求分析完成以后呢 实际就帮我们确定了测试范围 那么整个项目我有多少个测试点 或者说呢 我有多少个测试项 这里边又有多少功能测试 多少性能测试 多少兼容测试 都在测试需求分析 这个阶段完成 拿到测试需求分析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评估 整个大概的测试工作量 进而呢 去编写我们的测试计划 在一份测试计划里边呢 它的主要内容是我们人员 包括呢 你的资源如何分配 如何分工 这个过程中会有哪些风险 紧接着要指导 我们下一步进行测试工作 测试计划做完以后呢 还要进行测试设计 在咱们行业里边 常见的像等价类 边界值 判定表 因果图 等等大约有七八种 常用的用力设计方法 它呢 把测试需求分析里边的内容 直接通过设计 转成了测试用力 有测试用力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执行测试 当你用力中预期结果 和实际结果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会提交确信报告 进而在下一个版本 完成回归测试 整个环节走完以后呢 最后我们要进行测试总结 这次测试是通过还是失败 软件的质量是好还是坏 整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总共多少缺陷 这些缺陷是如何产生的 或者说这些缺陷 主要有哪些问题 或者说哪些原因造成的 等等这些分析总结过程呢 是我们测试最后一步要完成的 好了 这就是一个呢常见的软件测试过程 下面我们说一下 在软件测试过程中 可以应用的一些模型 最有名的模型呢 就是谁啊 V模型 看这张图 实际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长相像一个V型 所以说呢 这个模型我们启名叫V模型 如果仔细看呢 这个V模型和瀑布模型 有异曲通通之妙 有点像把瀑布模型拐了个弯 对吧 当然相对瀑布模型 这里边更加强调了测试的过程 这张图看的时候啊 首先我们看左边这条线 实际上呢 还是跟瀑布模型一样 讲的是开发的一些工作内容 前面用户提出需求 然后产品人员 把用户需求进行整理与分析 形成一份需求规格说明书 然后由设计人员完成概要和详细设计 最终进行编码 所以这条线呢 主要讲的是开发的一些工作安排 再拐上来右边这条线 实际上把测试第一次分成了阶段 在这张图中 我们看把测试分成了四个阶段 分别是单元测试 集成测试 系统测试 以及最后的验收测试 所以我们经常在面试的时候呢 有公司出考题 软件测试的阶段划分 这里边呢 就有很明确的说法了 这是纵向来看 那么我们看横向来看 这张图横向明显有一个并列的关系 实际这里边是测试的参考 或叫依据 单元测试 我们的参考依据 就是详细设计 集成测试 它的参考依据是谁呢 是干样设计 系统测试 它的依据是需求 验收测试 它的依据就是用户需求 所以说这张图 纵向来看 把测试划分了阶段 横向来看 指明了每个阶段测试 它需要参考的相关依据 当然 这个模型啊 它有一些缺点与不足 我们看看有哪些不足 第一点 它说微模型仅仅把测试过程 作为在需求分析设计编码之后的一个阶段 忽视了测试对需求分析系统的 系统设计的验证 什么意思呢 可以看到前面的需求 实际上是整个生命周期的起点 我们假设需求出了问题 实际最后一长串的所有工作内容 全部出现问题 而且这个过程中缺陷是发散的 需求中有一个问题 那到需求中 到设计中 到详涉中 它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同样 修改起来也会成本越来越高 实际上 我们希望什么呢 从最初的需求分析开始 我们就应该测试介入 我们先测一测 这个需求有没有问题 同时我们检查 设计有没有问题 如果把这些需求和设计里面的问题 提前找到 那么后边在编码中 出问题的可能性 是不是就小了 接着可以提高质量吗 所以这是它的第一点不足 第二点不足呢 就是需求的满足情况 一直到后期验收测试 才会被验证 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前面有问题 一直到测试的最后阶段 才能发现 但是发现 有可能晚了 就好比我们盖楼 楼盖成了 你去测试 却发现地基有问题 那测试的价值在哪呢 把楼要推倒重来吗 明显 这个测试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我们应该从地基的时候 就开始测 保证地基没问题 然后在一层一层建楼的过程中 每一个环节都不出问题 所以说它没有体现 尽早和不断地进行测试 这么一个基本原则 整个测试呢 还是在开发之后 之后的 好 这是V模型 第二个模型呢 叫W模型 看图 有点像一个W字符的样子 所以呢 起名叫W模型 我们去看这个W模型呢 比较复杂 解释的时候 我们这么看 首先啊 W模型 它是由两个V组成的 先看外侧 这个V 实际指的是 开发的一些相关工作 左边呢 是用户需求 然后需求分析 盖设详设 这个跟V模型 左边这条线一模一样 右边这条线呢 实际上是把开发的相应工作呢 又进行了细分 编码完以后呢 集成 然后实施 最后交付给客户 这条线又延伸了一下 所以第一个V指的是 开发它的工作 第二个V指的是谁呢 测试的相关工作 注意 左边这条线 实际上 把测试的一些准备工作提前了 我们看 当需求分析做完以后 实际上呢 是会出一份需求规格说明书 这个说明书有什么问题呢 说明书写的是否正确 或者说是否容易测试 我们在这个阶段就开始介入了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呢 确认分析 以系统设计V&V 这两个V啊 实际是英文单词 验证和确认 它两个手字母的缩写 这两个单词首字母 这种都是V 所以就叫V&V 它的中文含义呢 是验证和确认 上面课程我们也讲过 什么叫验证和确认呢 确认 简单来说就是有没有 验证 简单来说就是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需求的这个测试过程 分两个 确认 先看你要的功能 或者说客户需求的功能 有没有呢 第二验证 再看对这个功能的分析 是否正确 有了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分析对不对啊 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 这叫验证和确认 做完这件事以后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依据需求规格 进行我们系统测试的 相关的前置的计划和设计工作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它同时体现了 对开发的中间环节产品的测试 测试及早介入了 那么我们可以在需求出来以后 就把我们的测试需求 测试用力 测试设计 这些东西提前完成 同样左边这条线和开发的工作 它是并行开展 整个测试是提前的 当编码出来以后 紧跟着我们就可以完成 单元集成系统验收 这些测试了 相当于把整个测试 分了两个部分 准备部分和开发并行 是提前完成的 但是测试的执行部分呢 是在编码出来之后才进行的 这个模型它有什么优点呢 我们简单看一看啊 刚才说的总结起来是三点 第一点测试的活动与开发 是同步进行 左边开发做的是 右边是我们测试 提前介入的事 它俩明显箭头方向相同 所以叫同步 第二点呢 测试对象不仅仅是程序 包括需求设计 这里V&V 是分别对需求设计 等等中间成果物进行了测试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尽早发现缺陷 降低软件开发的成本 我们提前就争取把需求中 设计中的可能存在的问题 把它找到 编码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就越来越小了 有优点就有缺点嘛 也就是它的局限性 它的需求设计编码 这些活动啊 还是串行的 那么他们串行 实际上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迭代的这种工作方式 就会产生冲突 所以说 它在迭代的这种开发过程中 就有点 奢手了 对吧 好了 这是W模型 再往下叫H模型 H模型呢 它的特点 实际上应对的是我们迭代的开发方式 那么开发是用迭代的方式 测试应该随着也进行迭代的方式 它的特点 我们看第一条线 就是呢 将测试活动完全独立出来了 包括测试准备 就绪 执行 这是一整套测试流程 那么这个过程 跟开发 没有完全 没有这个混在一起 对吧 他们是两条单独的线 可以看到 下边这条线是开发 一旦开发 进行的时候 我们测试跟开发同步 再进行准备工作 这是一个并行的概念 开发什么时候 把版本提出来 我们叫究许点 就开始执行测试 我们执行测试的时候 开发继续干别的事情 我们的工作互不干扰 但是开发做完 我们立刻就可以测试了 明显是一个并行的概念 这里呢 实际也提代了 体现了一个迭代的概念 我们看PPT中也这么说的 说图中标注的其他流程 可以是任意的开发流程 下边我们说的是一个开发流程 测试条件成熟了 那么我们准备活动完成了 测试随时可以开展 它的特点就是说 测试是一个独立的流程 最后我们看 微模型呢 它指出的是软件测试 要尽早准备 下边在开发 前面工作完成之时 测试就已经开始 进行测试准备了 开发一旦完成了代码 我们立即测试 对吧 并行开展 整个测试呢 还是尽早执行的概念 只要某个测试达到准备就绪点 就可以开展测试活动了 并且不同的测试活动 可以按照某个次序 先后进行 也可以反复进行 因为我们独立出来了 就有很大的灵活和自主性 这就是H模型 还有一个叫S模型 S模型呢 我们看它是对V的一个改进 所谓改进呢 首先这里有程序片段 1到N 就是有很多的程序片段 把程序分成了一个一个片段 同时呢 每个片段 我们看都要完成测试的设计 工具配置 执行 然后编码完成这么一个工作 所有这些判断 到这儿汇集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片段呢 进行集成了 当然这个集成呢 可以一次 也可以多次 对于集成出来的 这个系统呢 我们也要进行一次测试 那么这是对程序片段 进行单独的测试 这边呢 是多个片段 组合起来的集成测试了 测试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儿 进行封板对外发布 这是X模型 实际它的工作过程呢 就是V的一个改进和提高 另外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X模型定位了探索性测试 我们看右下角这叫虚线 实际上呢 是探索性测试 什么叫探索性呢 就是不进行事先计划的特殊类型测试 它的特点就是呢 帮助有经验的测试人员 在测试计划之外 在测试计划之外 能够发现更多的热情测试 这里边就是相当于没有一定之规 凭借的是什么呢 是测试人员它的经验 所以探索性测试 对测试人员实际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你没有大量的经验 是无法完成探索性测试 这是X模型 最后一点呢 我们就说一下测试过程中有些理念 也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 第一个我们需要尽早测试 测试人员呢 早期就要参与项目 开展测试的这个一些相关工作 尤其是测试的准备工作 像我们的测试需求分析 用力设计 编写用力等等这些环节 实际不需要等代码完成 就可以提前开展了 第二呢 测试要全面进行 不只针对最终的软件进行测试 它整个生产环节的所有成果物 其实我们都可以进行测试 这样以后呢 保证缺陷能够及早的被发现 还有呢 就是全过程测试 开发过程 整个环节里面 测试人员呢 要去关注它 你不能说 开发做什么事 我们什么也不管 对吧 需要去关注开发的整个过程 同时呢 对测试全过程也要进行跟踪 你的缺陷是在开发那里 还是在测试这里 是正在修改中 还是已经关闭 我们需要全程跟踪 同时测试我们必须跟开发独立出来 是一个独立的迭代的测试 包括我们的测试环境 都要跟开发独立 不能说开发测试 雇用一套环境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最后呢 测试环境 或者叫测试活动啊 应该是循环往复 不断进行的 就像一个车轮往前滚 是一个闭合的控制系统 好了 到现在呢 这个章节我们都讲完了 主要讲了三大点 对吧 一个是软件生命周期 即什么叫软件工程 第二呢 我们介绍了常见的开发模型 最后针对测试 我们讲了相关的测试的几个模型 包括V模型 W模型 H模型 及X模型 这四个常见的主要测试模型 好了 本章节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